我现在我要教的是对于这一个Excel软体来说 我现在要利用它来做资料查询取得这件事 好那它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先打开Excel 请用这个Windows 然后你去找ABC 找到这个E开头的Excel 2016 请点它打开 然后假设我们先开一个空白的活页部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以色谣打开来了 然后针对这个以色谣案 抱歉我先把其他无关的先关掉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开启以色谣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是透过这个ETL的工具来去取得查询 也就是我要取得这一个档案 2013年公司登记的2013年2月的这一个档案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 好我们是用资料这个功能 所以请看这边有没有资料功能 应该有 然后接下来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新查询 我当然第一件事情是先教你从档案 然后我要介绍到整个合并档案 所以首先我们先讲这个从档案的 因为刚刚这个档案是CSV 所以我们就点从CSV 所以一点选资料新查询 从档案从CSV 接下来我就去下载里面 找到我的东斯2013里面的第一个CSV档案 好 第二个动作就是请透过浏览来去找到 你要汇入的2013-2这个档案汇入 然后接下来如果这边看到是正常的 不是乱码 如果看到乱码 这个时候你就在档案原点改成UTF-8就对了 第三个动作因为它不是乱码 所以就直接点转入 就这样子 然后它其实它会把它刚刚载入的 本来是一个档案 变成现在的这个活页步2 里面的一个工作表 而且它会记录整个的查询 也就是说 如果你日后你要去修改资料 那就在哪里修改 要回到原始的这个档案里面 进行资料的修改 我们下来 开车 转过温度 照片 走 开转